欢迎Chessman和Smellin 来到我们采访区现场 欢迎童谣 欢迎诚哥 那今天的话 两位也是连续拿下了 两局的MVP 那我想问一下童谣 今天听说你在开赛之前 已经紧张的口不择言 到上赛时语录了 是真的吗 我 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城 紧张是正常的 那想问一下诚哥 今天速战速决 是为了报春季赛的 决赛之仇吗 并没有 正常比赛而已 那诚哥 请你评价一下 心中路 紧张 在今天揭幕赛上的表现 今天第二场 他就拿下了MVP 符合你对他的预期吗 还行吧 好 感谢两位接受采访 谢谢诚哥 谢谢童谣 谢谢 感谢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的到场 今天的MVP采访 到此结束了 最后那波团 都没上路四个人 我直接进去 叨叨叨叨叨叨 就等你了 你说你又有救时 没我能赢 诚哥呢 诚哥感冒先回去了 你赶紧收拾一下 一会儿加年号活动 别迟到了 安算 没劲 怎么了 瑞哥 晚上那个什么活动 我能不能也不去了 你又怎么了 你要给诚哥训赞了 我 我 裤子脏了 你拉裤子上了 不是 我亲起来 我亲起来 正好我刚才用滴滴 叫了一辆专车送乘戈回去 估计还没走远 我现在叫他回来 师傅 对对对 是我 可能麻烦您得回来一趟 我们这边呢 又有一位阵王了 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马上来 马上来 再等一下 谢谢瑞哥 怎么了 你们经理说回来接个人 怎么了 看你不舒服 特别深请来照顾你 我是发烧了 但是我没烧坏脑子 怎么回事 裤子脏了 拉裤子上了 那你离我远一点 你鼻塞你又闻不到 拉眼睛行不行 小 小姑娘 别忘了系安全带啊 好 李师傅 怎么是你啊 这么巧 你这滴滴专车 要不要考虑成为我的私驾车啊 其实呢 现在人买不买车都无所谓了 有了咱们这个专车 你就相当于有了一辆私驾车 不但环保 绿色 而且呢还节约了停车费 对吧 是的 是的 喂 喂 姐 瑞瑞我跟你说 你今天太英俊了 你在哪儿呢 突然也不见人了呀 清醒了 急着回家看看呢 先不说了 那二位坐好啊 准备开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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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